小姐 怎么看起来像晴雨妆啊 好巧啊 我要不要上去换件衣服 别人会以为我们是故意的 没关系 让他们以为吧 好 走吧 我去了以后 做什么呀 你喜欢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反正不要没事干就行 手游最近在做测试 你去做几天 等熟悉了整个公司 我再安排别的事情 余工正好在这两个部门都有工作 你跟着他 是的 疯死你 你先进去吧 等会儿我自己找余工就行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我害羞嘛 我算是明白了 明白什么 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老大 这不会就是咱们公司的薪月工吧 是实习生 老大 难道这是大神在公司的称呼 老大 难道你们 你们 你们公司的画风就是这样 是程序部的 你以后尽量远离他们 阿双以前有孔女症 在夫人面前免疫啊 这么浮夸的演技 肯定是表演部的 老大带着为了老大娘来公司上班了啊 真的假的呀 真的假的呀 老板已经私定中身了呀 我还准备把我妹妹嫁给她呢 老大 你可以把你妹妹介绍给我啊 哥哥我可是单身哦 不要去不要去啊 我不能把我妹妹嫁给好人家 也不能把它往火坑里推啊 是不是啊 这不是有见过那么摔的火坑吗 老大来老大来了 已经到门口了 薇薇 刚从家回来就来报到啊 真是我们的好榜样啊 你带着我有属于家整个公司 我有个电话回忆 你跟着她 完成新手村任务 好 老三 那合着我是新手村的村长啊 村长 交给你了 我中午约来人 你和于公他们吃饭 好 我跟新手村村长吃饭 就今天你吃最多我跟你说 就是吃最多 你吃过了 老三 你吃过了 你吃过了 你怎么才走啊 约了一点 我看到你自行车在那边 车钥匙借用一下 这是办公室的钥匙 自行车的钥匙 在办公室的抽屉里 自己去拿 办公室钥匙 我先走了 自己处理一下清点 嗯 拜拜 大家都走了 聚餐去了 那你是在等我吗 我也是回来的晚 没敢上 那我们晚上吃什么 我叫了外卖 夫人去 咱和我一起吃吧 阿爽给你布置了什么任务 手游测试板 有几个机型部匹配 阿爽让我明天中午之前 出一份分析报告 明天中午 解决了 算是初步解决了 找全了那些手机 只要安装游戏测试 就可以完成报告了 我给公司 省下一大笔钱呢 买全手机 还省了差不多五百块 夫人这是在邀功 对 就是在求表扬 没什么好表扬的 没什么好表扬的 省下的钱 一部分都是你的 按照我的股份计算 大概二百五属于你 你才二百五呢 你还吃呢 来而不枉非离异 对了 我还要谢谢你呢 谢我什么 谢谢你把我交给阿爽 其实我很怕一开始你就带着我 那多尴尬呀 总之 现在这样很好 我很期待 阿爽 接下来会给我什么新工作 对了 夫人想多了 把你交给愚公只是省事而已 你又骗我 排骨你不要吃了 都给我了 好 GESO 第二代型号手机 游戏过程中 出现 闪屏问题 闪屏问题 可能存在显卡问题 XFLEX 频繁出现 闪退问题